最初没人在意这场灾难 他们自以为自己很聪明 认为把垃圾送给全世界一起承担 自己的岛国就会安然无恙 甚至认为顺着洋流倾泻和废水 就能污染他们的邻居而得以自保 却不料三个月后 一个岛屿在一群专家的眼中轰然沉入大海 这时他们才意识到什么叫做自作念 可直到这时他们还以为这只是部分地区的地震 却不料几天后 整个东京上空忽然阴云密布 那是死亡的气息 紧接着整个东京开始剧烈摇晃 而一对小情侣亲眼目睹了这辈子都没见过的气景 往日的高楼此刻竟成了索命之处 可是还没来得及悲伤 他们就震惊地发现眼前的道路开始崩塌 一瞬间就已经到了眼前 反应过来的男人试图拉着媳妇逃命 可是两条腿又怎么逃得过天法 下一刻 大地的这一次震动直接淹了大半个东京 紧随而来的就是日本股市暴跌 整个社会经济都要随之崩溃 无数人涌上高速试图逃命 可直到这时 高层还认为这只是一个关东地区的危险 甚至高调宣布要重建一个更好更绿色发展的东京 可是此时一个学者忽然震惊地发现 这次地震一定还有第二波 而且这次震动更加剧烈 随即他进行模拟发现 日本必定沉默 当首相得知这一结论 顿时也被惊得下巴都和布隆了 却不料他竟马上就禁止传播这一事件 并且考虑了两个计划 第一个就是从蒙古和印度澳大利亚之类的买地举国移民 但是不能透露为什么要买地 第二个就是找老妹或者中国合作 没想到澳洲傲娇得很 直接说自己的移民管控很是严格 直接就给秒绝了 于是他们马上想到了第二个计划 找老妹和我们谈判 而筹码就是日本最大的八家公司 首先他们扣扣嗦嗦地拿出了最大的造车公司 没想到竟还准备一户二卖 谁收留的人多 那就把这个造车公司给谁 首先他们来到了老妹的大使馆 没想到老妹只愿意接受50万人 那日本怎么能答应 却不料老妹的大使说了这么一句话 几个人一和解 这老妹太嚣张 于是立马找到了我们这边 不过考虑到他们这些年和那些年做的事情 大使还是很谨慎 你认为我们该收留他们多少人吗